Hello 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试试看就是PremiereShare.0.1开始提供的新功能哦 也就是Valible Frame Rate 你会看到VFR这个东西 那这个是通常你用行动载具在录制的时候 或者是像说用荧幕录制的时候会遇到的问题 因为现在档案越来越大了 所以它为了要让你在高画质的状况下能够降低它的档案量 但是又让它维持一定的品质 所以它现在会去侦测你的影片的内容 然后去做最佳化的处理 所以它的frame rate已经不像以前有一些固定的 比如说23.976 30 29.9760这些的 你反而会看到像这个是我的手机拍的 它是30.01 但是这个是你可以看到它的大小 是3840 x 2160 这个是我用iPhone 8 Plus录的 所以它是用H.265这个格式在录制 那这个的话是用Mac Pro的电脑 然后用它内建的QuickTime来去录制的 所以它原本应该是60 frame rate 但是它现在出来会变成52.35 frame rate 那怎么样知道你的影片是不是 Valuable frame rate这件事情 你可以直接就是对着你的影片按邮件 它有个选项叫做Properties 那它就会出现这个细项的内容 那你也可以直接从Premiere Pro上面的File 然后选择Get Properties for 那现在因为它有时候那个Selection 好像不会出现 我再点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Selection就会出来 那一样会出现同样的画面 那在最后一行就会写 Available frame rate detected这样子 OK好 那我们现在要怎么样的解决 我们刚刚讲Premiere Pro 它有提供方法去调整它了 那基本上就是点它点两下 然后进到Effect Control来 然后你就会在Master这边 看到你的档案它在Video Effect下面 会出现一个MPEG Source Setting的地方 那它针对Valuable frame rate 有两个Mode的可以选 那预设应该是在Smooth Video Motion 也就是说它尽量保持你画面的完整 但是它会造成你时间长了 因应不同步 OK 那上面这个选项就是Preserve Audio Sync 也就是让你的影片跟画面是同步的 所以它会在每隔几秒钟 通常是10秒拉掉三个音格 可是现在因为它的那个比例 已经不是像以前29.97这样子了 所以它会一段时间删掉一些音格 那这样的结果会让你的影音同步 可是你的画面可能有时候会看起来怪怪的 OK 那我在实验的状况下 我也发现就是 这是我手机拍的 但是你会发现我就找不到 刚刚的那个特效 看一下 它这里写说 它觉得CodeB是H.264 4.2.0 这是色彩取样模式 可是 你就会发现 它没有办法出现 我们刚刚的那个选项 但是这个是我用 另外一个软体 OBS 录了一幕 那这个就会出现 OK 那 我看它的官方网站 也没有针对这个来介绍 那 这个部分可能就要靠其他的 像 Handbrake这样子免费软体 去把它做 调整 或者是说 其实它这个也是 必须在某些条件下才能用的 比如说 如果你将来要做这个proxy 或者是说你要在转档 或者要做multi screen的时候 做多画面的 同时多画面的剪辑的话 它也是要先转成固定的 Constant Frame Rate 也就是比如说30fps这样子 比较可以做 也就是说 如果说你要做proxy的话 你是Valuable Frame Rate 还是不能做的 那个人我自己也会比较建议说 先把它改成Constant Frame Rate 否则的话 你在建立你的sequence的时候 也是会有问题 比如说像我这样建进来的话 我们看这个sequence 有没有 它的Display Format 这边你就没有办法看到是 像说我们正常会有29.9730个 它就直接出现Friends了 那这个就很麻烦 所以我个人虽然知道 它有这样做同步 我还是会建议大家 还是先转成Constant Frame Rate 再去剪辑会好一些 那 在它建议你用刚刚讲的 那个VFR的调整呢 它有说一件事情 就是说 如果你的萤幕 不是像我这样子 有些看得到 有些看不到 而是都看不到的话 或者是说你在安装12.0.1版之前 有装之前的版本的话 你必须要把那个 叫做Media Cache 这个部分 把它清掉 而且是要到 它所指定的这个目录 进去把里头的Media Cache的档案 里头的那种全部清掉之后再更新 否则的话 你那个部分也是看不到的 OK 希望有回答到同学的问题哦 那也谢谢你们今天看这个影片 我们下次再见咯